接下来我示范一下它的资源辨识系统 那在这个文件里面有一个小的选项叫OCR页面 OCR页面就可以辨识页面里面的文字 从原本的图档来转过来 但是这种能力会跟你的电脑CPU等级有关 我这台只是文书机 所以我选择目前的页面就好 按确认之后它就开始去判别了 通常是不会很久 尤其是只有英文的话 好了 既然已经搞定了 它多了一个信号 表示这个东西已经有做过改变了 我们来试试看可不可以 那怎么试试看可不可以呢 我现在选取这个字delicious 你看我可以选取完了 然后接下来我用Ctrl C把它复制起来 这次Ctrl C贴上 在这里 看到没 我就贴上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字 表示我可以成功的把它复制起来 我复制的也就是这里面这个字 所以它就可以做很多的别的运用 好了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就这样子 好 好 好